你看看這個 領悅之下你可以看到 這一條是一個很直的 一根棒子 可是這根棒子啊 這根棒子往往被一條曲線 把它給纏繞一下以後 就會把這根棒子把它帶走 這叫直為曲所欲 這個是很直的 都是被直線 被面 所建構起來的一個箱子 你只要一條可以彎曲 可以纏繞的一條繩路 就可以把這麼看起來很笨重 很厚實的一個箱子 就可以把它給破綁 直為曲所欲 所以當領導者 往往都會比較虛 虛的話它才能夠真正的掌控 可是為什麼台灣 上一次選出來的領導人 跟接下來怎麼會選出來的 都蠻死的 兩陰 因為他們沒有好好讀書籍筆法 也沒有好好讀這些傳統的書 事實上 這個是跟成熟度有關嗎 因為有人沒有讀書籍筆法 人家當董事長啊 當人家領導人也可以當得很好啊 這是對於剛剛那個明臣皇后的那一段話 沒有領導吧 我們再看一次吧 來看一下 同學你要好好領導喔 權力這個玩意兒 絕對不可以任人左右 任人操控的 換句話說 權力對於明臣皇后 對於這個在宮中鬥爭二十幾年來的一個老將來講的話 權力是一定要牢牢掌控的 但是要掌控權力的話 你要了解權力的本質像流水一樣 不是說你手伸進去 你手一握緊 這個權力就落到你的手裡頭 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怎麼辦 你想要牢牢掌控這個權力 你只能夠像容器一樣 把你化成為容器 或是用虛的手段 讓權力像流水一樣 注入到你這個容器 它會自自自然跑到你的容器裡頭來 所以你輕易就可以把整個權力拿到裡面 所以我覺得台灣的問題是 因為每次選總統 都是媒體在造神 那媒體造了這個神 通常他一定在個性上相當的鮮明 才會受媒體喜歡 可是這樣的人通常不見得是好的Leader 那選上之後 大家又發現這個人的個性上的困窘 跟那個詞 或者是說他的領導力的缺乏 然後於是生活又開始下跌 那可是已經選上了 那為什麼要怎樣 是啊 所以台灣過去這20年來 你會發現台灣的國力都會慢慢這樣走下風 可是跟我們肯定到這裡有關 所以我覺得跟制度有關 如果用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其實內閣制 因為內閣制他會讓領導的首相 等於是在爬到首相位置之前 他會有很多的這一類的 歷練 對 那總統的選舉的話 他比較連類似明星的選舉 也就是他歌聲唱得好 人長得漂亮 或者是說那個時間點 比如說台灣現在覺得女性可以當總統 所以可能接下來就是蔡英文當選 可是我後來發現他在思考權力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是比馬一九還馬一九 那怎麼辦呢 怎麼辦呢 也好啦 國力衰弱一點 比較不會打殘酷的戰爭 怎麼辦呢 怎麼辦呢 對吧 這個領導者如果對於權力的掌控這一塊上頭 領略體會不深的話 就會把權力看得很簡單 就你發一個公文出去 令就可以行得通 叫法令俗刑 新機裡頭有一個法令俗刑 你以為法令可以行得通嗎 你以為上面打一通電話底下 就一定會照單買辦嗎 不一定喔 要看這個人對於你講的這句話 幸福的程度有多少 符不符合他的利益 這樣做對公司對他個人 是好處還是壞處 他對於你所講的話 幸福有多少 以及公司整個的運作的人際關係好壞 所有這些條件加起來 才能夠一指令下 一通電話出去 所以能完全照辦 執行率可以高達90%以上 很多的公司一樣的 你不要說公家單位 民間企業一樣的 問各位你們在上班的同學 問看你們各位 你們公司法令行得通了 可以通得了的 可以按照上面的意思再去辦的 那個 百分比有多少 有90%嗎 法令行得通了 可以通達到90%以上嗎 你會不會發現底下都習慣了什麼 陽奉陰違看到沒有 陽奉陰違就是法令行不通嘛 明明上面是告訴你 你要怎麼做 結果你稍微跟他換一下 偷金換柱以後呢 然後就變成另外一套出來 表面上對你搞一套 交代了給 是吧 這種歷史太多了 那為什麼行不通 因為什麼文化的關係 因為 關係文化 整個公司的制度跟文化有關係 所以領導者手上有權利以後 你要會運用這個權利 才能幫國家 幫公司 謀求幸福 所以你剛剛講的東西都沒有錯啊 但是呢 還是一樣 就是誰來掌握這個權利 掌握權利才能按照 領袖個人的意識 去幫國家謀求最大的福祉 所以不能指啊 太指的話 你看 下軍進己是能 中軍進人之力 上軍進人之力 請問你是下軍還是中軍還是上軍 你能不能運用到別人 讓別人盡他的力量 去幫你做事 還是 你叫人叫不動 你只能盡你自己的本分好好去做 這個就是下軍 一個人只能按照他自己 當然領導人 他領不出總統府 領不出他的官邸 他只能靠他自己一個人做 什麼事都靠他一個人做 中軍的話 他還可以讓別人盡別人的力量來幫助他 可是如果是很好的軍的話 國軍領導人的話 他就可以讓所有的人都盡他們的腦袋來做事 我覺得這個學問很高啊 你說是不是 那為什麼 因為他掌握著區的這樣的概念 曲折權 只為區所有 你知道像 像我們有時候去買那個 他不是說一斤的 買一斤的瓜子 老闆來一斤的瓜子 老闆就把軟塊一搖 搖到這個塑膠袋裡搖 對吧 那如果老闆很直的話 他就搖快照的時候 快照的時候 一丁點 再加一點 就趕快就把他搖出來 再搖出來 因為加過多了 他很直 那有一些比較會做生意的 他去 他怎麼去 他可以到 到差不多了以後 然後怎麼樣 再給你補一個 這個就是 我多給你一些 事實上 根本沒有多啊 對吧 所以你對哪一種老闆地比較爽 你對後面的比較爽啊 對不對 好像家人快滿了對不對 已經到了沒有 還沒有到對不對 因為他再跟你多一些 事實上有超過那麼一點點 或者是沒有超過一點點 總之最後那一條是架進去的 所以你看啊 拼一頭 勝而苦先啊 那有一些老闆是 一開始搖來弄很多 然後 要拿給你之前 喔這太多了 再幫你搖一盤起來 然後再交給你 你看了以後 是不是好像心頭一塊 弄會被拿走 好 這是兩種做法 不一樣的效果 還有要加薪 公司如果只加一個月 有些老闆會說 啊對不起我們公司沒賺錢 大概就只能加一個月了 欸以前都加兩個月 加三個月 今年加一個月 大家心裡是不是 就說 卸了戲一樣 那有些老闆走這個道理 他一開始他說 這個公司今年不賺錢 所以今年不加薪 不行 哇不加薪的話 而且還不過 還準備裁員 所以下一來的話 大家完蛋了 要裁員 欸 好欸 不加薪沒有關係 不要裁員 這下老闆是不是 他又 他已經得順盡齒了 是吧 然後這個大家 真的很拼命在工作 你老闆本身也不想要裁員 對不對 可是他這樣講出來 讓大家很努力努力工作 然後快來到過年之前 突然間講 剛剛說 最近剛好有一筆訂單機來 所以我們今天還是可以勉強 加一個月的薪 哇 全場拍手補上 事實上他本身只想加一個月的薪 他本來就是有這個預算 但是如果他一開始就講說 今天只能加一個月的薪的話 大家蛋得要死 但是如果一開始講說 我們今天不加薪 而且可能還會裁員 好 到最後的時候 阿倫到最後的時候 雖然先生說 今年應該可以勉強 我比較辛苦一點 討了很多的銀行 四處掌握一下 我們勉強 還是可以加一個月的薪 好高興還是加銀行 同樣的結果 都只加一個月的薪 你看哪一個效果好 對不對 看到沒有 我相信在這個位 很多人會使用這樣的技巧 這就是人際關係 對不對 可是 這個你把它當人際關係來用的話 是很普及化的概念 可是你把它當領導者來看的話 就是區 我不是直接跟你加一個月 我是繞了一個圈以後 到最後還是要給你一個月 可是這個效果完全不一樣 是不是這樣 當老闆都很會用這個 取責圈 然後 這以前阿 我有一個學生阿 這印象很深刻阿 他跟我說 說他公司以後有一個這樣的歷史 他每天去上班 到客戶那邊拜訪的時候 都帶了他的筆電 他的筆電是很舊的筆電 三番兩次跟老闆講說 老頭耶 我這個筆電那麼舊了 你應該幫我換一個新的 老闆聽都不理他 後來他講了幾次以後 他也沒面子就算了 後來他就想了一招 他有一天阿 就用一個很舊的筆電 從公司拿了一個很舊的筆電 就到他的顧客那邊拜訪 然後班上上到顧客的桌子上面 幫他顧客再跑 跑了一半電腦盪 中休西敲的 弄弄弄弄了半天 顧客很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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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你們 跑了什麼 給你這部爛電腦 你也好意思拿來這邊用 沒辦法 你有事跟我們老闆講阿 第二天他回去以後 他老闆已經把一些新的筆電 已經放在他桌上了 拜訪顧客也不好好去想想看 弄比較新的電腦 你怎麼用這麼舊的電腦 你好意思拿出去阿 他得到他的目的 他透過顧客的嘴 去告訴他老闆 比他去親口去告訴老闆 你看這效果是不是差很多 虛 虛的 這我想的 這些方法阿 很多人都會用 只是告訴你 為什麼不把這種觀念 貨顧而廣之 應用在權力厲害的掌控上頭 你知道《易經細傳》裡頭有一句名言 許神萬物而不贏 這話怎麼解釋呢 萬物都是透過曲線 都是透過間接的方式完成 你們說說看 這話你的理解是什麼 這是從孫子兵法的權 必以權 真於天下那個權字 我們所引發出來的 有這麼想法嗎 曲線 它有包容性 它很圓 很滑 很潤滑 會給人家很愉悅的感覺 你要知道曲線 曲線讓人看了以後 很容易感動人們的心 看到什麼東西心會喊 看到刀 那很直的 很硬的 那個刀刃 會讓人家心喊 不行 這就是人的心的本質 所以 多用曲線 那曲給我們怎麼概念呢 是不是 曲有策略性 曲有包容性 曲有潤滑性 那曲的缺點是什麼 它要花比較久的時間 它是間接的 所以 曲成萬物而不贏 萬物都是在間接 曲線 潤滑 愉悅的環境下 長大出來 只有用曲線這種概念 這樣的特性 才能夠創造一種 萬物能夠生長出來的環境 可以嗎 所以如果這樣來看的話 我們來看一個例子 你直接去讚每一個人比較好 還是你讓別人 第三者去讚每一個人 還是你創造出形式 讓形式去讚每一個人 先看上面這三個方法 你覺得哪一個效果比較好 你都用哪一種方法 你用第三種 第三種 你會用第一種 你喜歡用第一種 喜歡用第一種是什麼原因 很直接 是吧 有時候是需要直接 他說對老婆 對太太的 對老公的時候 對不對 只有你們兩個人 當然很直接跟他講 但是如果是在辦公室裡頭 你會贊每一個人 那個人際關係 比較複雜的情況下 對吧 有時候很直接 所以你透過第三個人 而讓他 讓他應約知道 好像這個 這個出發點是來自於你 還有一種方法是 你創造出一種形式出來 看到了沒 或是說 你對一個人說 你的效率不高 這叫損人的話 你效率不高 還是你說 我們要的是效率高的人 你把人家拒絕的時候 你不要對你效率不高 所以幫你撐到 幫你拒絕 你說我們要的是效率比較高的人 其實這樣講也是滿傷人的 對不對 這樣講話技術還是不夠高 你讓別人去說 或者是你創造這種形式 讓形式去跟那個人說 都是同樣的效果 可是哪一種效果比較好 你看 是不是就看得出來 區 是那個比較有技巧 比較站在高的位置上面 在用的 這個東西不是IQ比較高 這是EQ比較高的 所以每個人都可以學的 你不要說我天生我IQ只有130 欸130多高 我只有120 我看這個跟IQ沒什麼關係 這個是EQ 這是江湖歷練 你能不能學會 用比較高的手腕這種方法 去創造出同樣的效果 而且效果比你直接跟他講這樣好 這就是技巧 人際關係的技巧 那很多事也都是這樣來囉 你要知道我在 我們在說老子的時候 老子有一段文字是我很喜歡的 他說 萬物都是道而生之 由道生出來 然後由德而敘之 就是那些德性去把它給榮 包容 涵養 然後壯大 對不對 我第一篇講這個實際篇的時候不是要講嗎 萬物 道生之 德敘之 敘就是敘養他 把他給慢慢涵養他 教養他 滋養他 讓他長大 是靠什麼 是靠德 德有哪些東西 仁義理智性 仁義理智這種東西都是很溫軟的 所以溫軟的德性才能夠去滋養萬物 它的本質都是比較軀 有包容性 有潤滑性 然後最後什麼東西才能夠行他 要有物質 物行之 然後最後能夠承擇的話是靠視 形式的視 視承擇 所以萬物要能夠長大 要能夠生出來 都是靠你要創造出一種軀的 溫柔的 潤滑的 間接的一種方式 然後才能夠讓他長得很自然很漂亮 你很直接跟他講 他雖然很高興 可是他難免會覺得有點尷尬 從此以後跟你就不自然 不自然的話 以後可能要經過一段時間以後 才能夠慢慢再磨 甚至可能還會後遺症 所以怎麼用一種比較間接的方式 就變成是人人都必須要學的一種智慧 這種東西比較聰明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智慧 這是可以學的 每個都可以學的 就是這個概念 有區則全 那軍國大事更是如此 軍國大事更是要 鬥而不破 保全 全局官 高三援阻 周部全局 全面 因為每一個點都會影響全局 任何一個點切入都會左右全局 你從電力切入 你從水資源切入 像台灣現在這些東西都很脆弱 台灣的水 缺水 即將來到 電 核能現在全面風水以後 很快電力就不足 然後我們年輕同學又很喜歡半夜來做工作 無數 所以都要增加耗電 然後電價要上升 水價要上升 所以你會發覺啊 資源 台灣越來越短缺了 然後 很多東西 很多東西 不知道怎麼講 所以任何地方都是攻擊電 都可以左右全局 攻其所地 所以你如果養著這種曲的概念 你去跟人家做一種鬥爭 做一種競爭的時候 沒有一個地方不是你的切入點 不是你的攻擊點 因為每一個地方你都可以突破 都可以發揮 然後撕破 然後擴張你的承諾 所以全那個概念 很有策略性 問我意思嗎 有什麼話要說呢 可不好說不定 有人正很有策略的在 讓台灣必名一場戰爭啊 就不戰就可以被驅這樣 對呀 說不定 說不定 說不定是 設計出來的 是設計出來的 不是happen by chance 是design 有什麼問題沒有 剛剛所講的這些概念啊 都是來自於上面這個文字的 必以權遭於天下 但是人們會問啊 讀到這個地方問 謀公之法是 以權遭於天下 那請問什麼叫權 這第一個 第二個 怎麼樣有這個權的功力 怎麼樣提升自己能夠權的功力 我剛剛那段文字 說 盡量能夠在這方面 來補充這兩個概念 不知道對同學 有沒有回答你 怎麼樣拿權 所以 孫子兵會給我們的啟發式 你一定要及早做準備 你所需要準備的東西 面面向向 公共都要周全 因為每一個東西都很可能用到 然後你站的是 制高點 全局官 所以你官看的是全局 所以你看到全局 這可以拉過來 這個可以拉過去 這個可以拉過來 全局 這個概念 某一個權勢 所以台灣 有沒有可能用權 來爭於天下 我們嘗試提個概念 用權的概念來看 全面自由化 自由經濟島 引進全世界 靠全球來保障台灣 這不是比較接近權的概念 它比如說 像瑞士一樣 宣佈中葉 是吧 用環境 用貿易 用民主 用自由 自保於全球 現在我們台灣走的到處是 下面這四個字 這八個字 小國之間 大國之間 所以 以權 遭於天下 所以怎麼去設計出一條策略出來 像我剛剛跟各位講的 那個 老共的這條策略 你看 多漂亮 東邊你找日本 把我太平洋把我鎖住 我海軍長久以來 從交五戰車 我就不走海軍的路線 所以海軍比不上0 好吧 那我不走了 是吧 我向西走 向西走 反而 沒想到靠高鐵 它可以一路 拉拉拉 想辦法 把歐洲拉過來 這樣一來 歐美 歐洲就離開了歐美的陣營 你看這策略多漂亮 為什麼能夠想到這種策略呢 所以我很想去研究 老共的政府裡頭 他們那些官員 是誰 哪一群人在出謀話 在想一些國家的整體戰略 這不是天上掉下來的 只是一群人想出來 是哪一些人呢 你有沒有發覺 中國在過去30年來 整個國家的走向 可以說銳不可當 不管打軍事 打科技 打衛星 打貿易 打經濟 幾乎可以說 步步進逼 太順了 是哪一群人想出來 哪一群人呢 非常優勇 你看華爾街日報的 美國的記者 都發戰戰不決策 非常smart的研究 你們的研究 可以研究這個東西 有沒有辦法蒐集到 類似這樣的證據 去比較 不同的國家的官僚體系裡頭 這哪一些人 他能為國家出謀話 是想出這麼好的策略 經濟發展 他也能夠一路這樣平穩的 這樣一直過渡過來 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很大的問題 特別是想出這個策略 太漂亮 那他也不是空火的口號 他在搞一個亞洲號 全世界四十幾個國家 在短短幾個月之內 全部都都靠過來 所以謀啊 所以有達到這樣的效果 而且有什麼想法 有沒有什麼問題 今天所講的這段文字 我們所舉的這些例子 如果請各位同學發問一個問題的話 會發問什麼問題 誰來發問一個問題 或者點個名來發問一下 許富陽 許富陽 發問一個問題 有什麼問題 老師剛剛有提到區域的部分 因為我覺得每個人的生活費 其實有時候 全男人都要做區域症 因為有些人開始比較急 所以這方面的話要怎麼去課 是 因為職為區所用 聽他沒有 太低的人 擁有給我們 擁有給我們擁有 我聽不懂 職的人很容易被人家利用 然後當部署的人 長官最喜歡弄的部署 都是什麼樣的 不是很職的部署 很中 中心的部署 那做一個正派的人 比較中 這個本來是很好的點 但是這邊只是告訴我們說 今天如果我們想要做 比較高層一點 要帶你一群人的話 我們要懂區的道理 你知道吧 那怎麼樣學 提升自己區這方面的素養 這不是IQ的問題 這是EQ的一種磨練訓練 就是你養成一種 取得拳 拳啊 用區 那區是靠什麼東西來呢 剛剛提到這個問題 區是一種間接的 間接 所以產生眾生 產生層次感 產生空間 像唯衛救灶就是區的概念 是吧 順便 不直接領兵到趙國那邊去 去解救趙國 而是去攻打魏國的首都 讓魏國從趙國的首都那邊撤兵回來 所以我不直接打你那個地方 打另外一個地方 讓這個地方把你那邊拉回來 這是區的概念 那因為我們傳統教育都是叫人家 只以為道 這是沒有錯的 做人要政府要正態 但是今天你如果從事的是政治 從事的是軍國大事 你要了解呢 要真真假假假假假真真 虛虛實實 在這個時候呢 這個區的概念就出來了 那還有像以退為進 也是一種區的概念 那以退為進 我們在傳統文化裡頭長大了 是最會用的 我們去美國讀書的時候 人家誇讚你的時候 我們都很習慣就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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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re where 沒有沒有 哪裡哪裡 外國人跟你投物水 Where Here Where Where 那我們就脫口 沒有哪裡哪裡嗎 沒有啦 這都是傳統文化的洗禮 這是謙虛沒有錯 可是很多人都把它習慣用成什麼 沒有啦沒有啦 沒有啦 你比較好 這是以退為進 為什麼先後退 後退是松懈對方的注意力 準備看好時機啊 然後去找一個攻擊點 以退為進 其實我們大概很多人都保受這方面的一種訓練 至少我們是很有這樣的本錢的 在傳統文化裡 從小我們就很會用區 那有一些人比較直 有些人不太會用 但是你只要稍微冷靜一下 很多時候呢不要去當頭 當頭就很直的 那你能夠退一下 回轉一下 很多空間就出來了 這不是叫它學壞 而是說呢很多事情的城啊 往往都是退一步 海過天空 一退一步的話 你發覺你的空間真大 這樣打太極拳也是一樣喔 太極拳是很柔軟的 可是太極拳經裡頭有一句話 我非常喜歡的這句話 送給各位同學 極柔軟不能極健康 有誰打過太極拳沒有 為什麼極柔軟個人極健康 因為柔軟柔弱就能夠迂回 你要打你 你順著他的力量打 OK 你要打你 你順著他的力量打你後退 好像要打 可是他的力量回去的時候 你順便跟他的力量前進 好像你一點自主性都沒有 你完全圍著他 完全順著他 是這種概念 當你一路順著人家的時候 你就可以貼近對方 然後在對方露出空洞的時候 很輕易就擊敗他 所以無堅不吹 像水啊 就是這種特性啊 水是不是無堅不吹 你一塊鋼鐵那麼硬的東西 水就這樣把你墊 用水刀 用水刀啊 水喔 水打出來的刀 他可以嚇一刷 他可以鑽石都可以切斷 更不要講 金鋼石都可以切斷 更不要講鋼鐵 那水非常柔軟 水都散下 最柔軟的東西 都能夠克服最鋼強的東西 極柔軟不能夠磁神 天下是極鋼 最柔軟的是女性 對不對 最剛強的男性 可是你想想看 當英雄碰到美人的時候 是英雄說服的美人 還是美人說服的英雄 所以才說 柔能克剛 英雄難過美人關 溫柔香啊 都是英雄種 都在講這種道理啊 所以你說驅 什麼樣能夠自驅 學學柔 學學水 水最柔 水最水 所以 剛剛富雅誤了這個問題說 怎麼樣讓自己能夠 有一點那個驅子方面的素養 能夠知道怎麼樣這樣去 要懂得退 懂得柔 懂得軟 我們男性啊 都個性上頭比較硬 比較強 比較剛 而且這樣的文化裡頭 事實上也都強調 像我們現在的一般的社會文化 都是鼓舞人們做一個強者 可是你想想看 什麼叫做強者 剛硬是強嗎 還是有韌性叫強 你想想看 什麼叫做強 剛硬是強嗎 還是韌性是強 韌性才是強 對不對 那什麼是韌性 女生最韌性 女生很韌性 韌性不是說 你做睡覺時才太韌性了 叫你早點睡覺 你不睡覺 太韌性 不是那個韌性 它是很柔韌 很剛韌的那個韌性 這個鋼可以化為白紙 繞紙柔 就是有一塊鋼 那個柔鋼可以化為 可以繞紙 這麼柔的鋼 你真的很難打敗它 幾乎為什麼也可以打敗它 這麼剛硬的外表 居然它的內身 是如此的柔軟 它的外表 可以順著任何的形狀 而繞過去 很柔韌 所以太極拳 就是這訓練 你的打拳 可以像水一樣那麼柔 任何人打怪 你都可以迎接上去順著它 順著它 順著它的話呢 你知道對方 對方不知道 因為你跟著它走 所以 人不知我 我獨知人 這是它的最高進步 這樣一來的話 任何人都不是它的銳球 它都可以打敗 所以 極柔軟啊 故能極健康 是不是 所以柔啊 還有 退 懂這種道理 柔克剛 然後楚下 為什麼老子非常崇尚 非常推崇這個水呢 你看看它這段文字 他說 上善若水 水散立萬物而不爭 所以老子非常強調不爭 水 你看看你跟它相碰在一起 它一定讓你 你碰到前面有一潭水 你碰到它 我要過去 它一定任你踩踏 它還讓路出來 讓你踐踏 對不對 只是你要走的時候 它會讓你滑掌 然後讓你 會留下很多濕的痕跡 你的褲子上 穿了很多的濕跡 表面上它讓你踐踏 可是如果它匯取得多一點的力量 它可以幫你淹沒 它可以讓你扶起來 它可以灌在萬物 讓萬物可以成長 可是它也可以呢 它也可以 跑到很高的地方 可以幫你衝滑 它來的時間都是一定的 對不對 它去的地方也是一定的 所以它很守信 它距的地方 都一定都是很底下的地方 所以它 它都很處下 所以人們都很容易跟水相處 所以人們很喜歡靠水 靠山刺山 靠水刺水 水是一個可以滋養萬物的地方 所以你看看它呢 善冤 心呢 像冤一樣 跟人家相處像人一樣 講話一定像守信一樣 就是講說 那個像海水 海水在初一的時候一定 在初十五的時候一定嘛 所以它很守信 那正善治 它水呢 都可以呢 灌溉萬物 那你把它吊高 然後讓它留下來 它可以灌溉萬物 它可以滋養萬物 這個都是政治上的功能 做事情也很有能量 動善食 所以呢 像水一樣 做人 就對了 不爭 因此不會有什麼不利的事 這個只是很消極的一種說法 很積極的說法是 它是上善落水 那水的特性是什麼 柔 退 它退的時候呢 真的無聲無息的退 沒有人能夠主導得了它 所以你看水啊 最柔 可是萬物 沒有什麼萬物可以打敗水 都爭不過水 所以老子道德基 我非常強調 要原本呢 多分水 學一學 學水也很好啊 像水啊 水龍 有水又很漂亮 是不是 所以 學學水 想想看水 當過不去的時候 心裡頭很 很剛 碰到很多的挫折的時候 你馬上想要水 可以嗎 你馬上想要水 把這段文字讀一讀 你馬上就可以放下 水就可以幫助你頭 想像水的意向 所以 也是回到你剛剛的問題 他都教會 你高於是 想像水